就是爱 不管你戏剧形态怎么去做 不管是巴黎我爱你 或者是永远我爱你 或者是上海我爱你 日后的上海 或者是其他所有的电影 所以永远不会离开一个字 就是人 人的关系 人的关系本质上面 最重要的一种诠释 那就是爱 这个爱有太多种 母亲对子女的一种爱 子女对父母之间的一种爱 甚至家人和人 家庭里面和肉共融的一种爱 好 情人之间的爱 对世人当中里面 对在这个社会里面 共融的一种爱 这些里面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缺乏这种东西 这部电影里面 不管你写的再怎么好 它都会写的干涩无比 非常的酷涩 很快就会飙舞 所以它绝对不会感动人 电影最重要要感动人 为什么大家会对于 最后一部影片 那老吴老奇 大家看得都非常非常动容 它明明没演什么 它都没演戏 它们基本上没有情节的 没有情节 只是因为 台词非常棒 只是因为他们走路 从那边走过去 然后 时间到了就吃饭了 没饭吃的时候就走路啊 不就这样子吗 然后走路里面发生了很多细碎的事情 走路一个 94岁的小人 她走路当然很慢 然后太太自己 先跑过去 快点 汽车会把你转死啊 她也不拉拉一把 拉拉一把 我看可能会拉过 可能发过很多证则 你不要拉我 我自己会走 一定这样想都可以想得出来 所以她太太已经蜥蜴为常 也知道她的性格 就是一定要让她走啊 这才是真的可爱的地方 然后她也勇敢 不要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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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她已经是身兼百战了 然后过去那边的话 她唯一能够去 能够去关怀她的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关怀 脚嘛 脚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所以她那个 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一种剧本 可是她兼具的剧本学当中 里面最重要的伏笔和副业 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讲 第一句的抬高就是讲 脚要抬高 最后他们两个一吃饭 从那个地方耐听话 快来点他讲 也是怎么样 脚要抬高 我知道我要抬啊 我在抬啊 抬子一模一样 然后最后的话 她多加了一个什么 帽子 那个帽子就有可能是 她们自己家的 那个演员自己家的 各位有很多的戏 事实上是 导演有时候不含咖的 她有时候去演的时候 然后 那些演员 她一直都影响嘛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能说不做戏啊 然后像那个阿波多娃 就拍那个 敲敲告诉她的时候 她不是在帮那个女的 剪头发吗 剪头发 那个男主角在帮她剪头发 那个植物人 然后那个女人就在旁边 讲完台词以后 没台词 她们的话并没有喊咖 结果她们就自己做戏了 她们说 好热的 好热的 像我流好多汗 你知道我在下面要 我要买那个那个 听说她有效的 如果用了 好像也没什么效 导演还是不喊咖 就不然该怎么讲 后来 录完了以后导演才检查说要咖到哪里 准备要简单 所以她多出来了 后面阿波多娃在纽约的那一场的时候 她有讲她说 其实台词只有在这里 然后那个演员非常棒 她自己自动加 因为我们要喊她 她是自动加了很多台词 怎么样 你今天怎么会穿这件英文 看起来还夸赛还不错 你到底的很好 你现在也是买的 对不对 是不是我跟你上次 就在视频那边买 如果你是演员 你就必须要当场发挥 我告诉你 现代剧场当中 里面有极性表演 演员里面 通通被训练成为极性表演 所以每一场戏里面 其实都不一样 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你今天去看看 然后她今天讲这种台词 明年搞不好都不一样 这个叫做极性台词 在二十四季末的时候 因为后现代主义当中 导演里面她有一种 即兴的一种表演 非常非常风险 所以很多的演员里面 都具备要有这种功力 也就是说 人的一种心境里面 跟情境里面 要融入在一起 他才有办法去发展 那个实力上面的 一种所谓的那种表现 而这种表现里面 不仅然是刻意设计的 不是刻意设计 所以有时候 导演里面有时候 即兴表演 他会用一种手法 就是把剧本收回来 收回来 然后说 你这场戏大概就这样 这样 那你们两个应该做些什么 你们两个会上看看 大概怎么做 好了以后跟我讲 然后说 当然好了 那就开始拍 他拍一次看看 觉得很好 就按照这种方式里面 拍一个整个东西 然后再拍一个测拍的东西 然后再回去再剪接 你就知道 这个戏是自然的要命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变成是 当下他就是那个角色 而不是演出来的 不是演出来的 只要透过剧本 那你一定是演出来的 因为那剧本里面 毕竟剧本所写的 所写的那个台词 那毕竟不是人讲的话 那是电剧的话 所以你应该有时候要跳 这是又另外一种学派 这次又是另外一种学派 有一种表演方式的 所以有可能 他会在这个角度里面 会运用一点点的一种手法 去让他加油 所以我一直在怀疑说 他们后面已经收音 收音当然是有的 因为他声音里面 可以从他身上里面收音的 可是导演没有很咔 他们两个老夫妻 都一直要午前走 他总不能说都不讲话 所以那个老太太就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他多了很多的台词 你从来没有讲过话 你自己觉得有淡漫子好看吗 我师父是好看 你是不是觉得怎么样 一直讲 对不对 所以就很棒 还有吗 画龙底 是真的夫妻吗 真的老夫妻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两个演员 那自己一个演员 不然有人已经没念很大 1910岁又83岁了 那个是老演员 能够排队 四岁还可以演啊 黄文双标课 对黄文双标课 对哦 对哦 那个几十年前 好几十年前 对好几十年前 黄文双标课 就是克里伊之威特那个时期的 对不对 那时候他年纪就已经不小了 那现在算下来的话 就已经算是 黄文双标课 这是一部相当棒的演员 有人说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前面的吧 那我们礼拜六 在企明文参标课里面 还有一场 企明文参标课 还是也是 也是放进这一步 不过那是早上九点了 所以如果说 早上没看到的 愿意去补看的 那就到企明文参标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